好,大家好,我又来了 这是第二次来跟大家见面 欢迎大家来到OE course周五的健康讲座 那上次跟大家提到老人保护的一些概念 那我们如何真的关心 还有怎么真的发生了,怎么做呢 那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 那也希望不要有人遇到 可是如果遇到,你真的可以伸出援手 那上一次有提到我们国家 其实是会保护我们的长辈老人福利法 其实在民国69年就有了 那开始之后因为实际需求的变化 也有开始做一些通报的办法的修正 而且有罚则哦 大家尽量说老人家要被送去长照 可能被去机构就是想起来就是很心酸 或者是担心会被不当的照顾 那其实国家社会局都有规范 如果你的长辈送去机构 你当然是没有常常 可是偶尔去发现一些不当的事情 是可以举发的 也可以反映给社会局确实有一些罚则 最高可以罚6到30万哦 那当然会限期改善这样 疫情期间也有一些这样的事情 其实国家真的有在做 而你我知不知道 就是今天分享给你 那再来有一些照顾的责任议题 有时候我们会看到长辈可能真的经济弱势 那他可能透过他的才能 或者是就在沿街乞讨 如果他是自己去的 或者是什么 如果你愿意关心 也是有一些方法 其实各县市政府 或者是各地方政府 有政府中心 老人中心 都可以告诉他们 那如果你发现是有集团性的 把老人载下来 放到某个市场或某个街角 甚至可以报警来做一些处理 因为他可能被了妨害自由 他就是你就吸收老人家 去他们的组织 帮他们做一些不当的事情 那再来就是 如果他有一些生活治理能力的困难 那他又独居 这个也要可以做过通报 那这些通报呢 就大家听过的社会安全网 那你可以透过邻里长啊 或者是如果来医院 我们医院的社公司 就会帮他做关心跟同报 他的疾病是不是合理发生 是不是不应该发生 我们可能都会进一步的做关心 那再来 年长者可能也会有一些身心障碍的产生 那有身心障碍手册 在我们也有身心障碍者的 权益保障法 那老人又有生长 可见有双重的困难 那就更不可以有一些不当的行为 那刚刚前一段也有提到说 家庭内的一些不当的照顾 产生的家庭暴力 更有这些家庭暴力防治法 大家都听过 社公司 医院的社公司 社区的社公司 都会做该有的关怀 跟家庭访问跟评估之后 审慎的提出通报 然后让长辈得到嗜切的关怀 在医院我们看过很多不当的受伤 比如说长辈一个跌倒断食之肋骨 那对于医疗人员觉得很异常 可是家属都很关心 也不是经济困难 可是长辈说法有时候就会说 没事啦 我只是不小心跌倒 可是医生觉得没有人可以跌倒 直接断食跟肋骨的 当然有可能他的骨质的问题 可是如果他是一个特别的状况 我们就会加强关怀 那让社区知道 这个家庭是这样 但是不是直接说 他的子女犯了什么错 而是去关怀这个长辈需要什么 是不是他照顾者是外傭 大家新闻也看过 外傭不当对待老人去公园 到处黑青啊捏啊什么之类的 可是我们也不用看到影子就开枪 就觉得一定是被谁谁谁 可是我们可能要先关怀老人家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长辈一个人独居在家 意外真的可能随时发生 所以有时候照顾长辈是复杂的事 那当然不要直接责怪主要照顾者 那个关系就会很紧张 紧张之后对长辈就不见得是好事哦 那再来我们也听到前一段提到经济困难 有一些长辈就是因为家属或是孩子们 就会说他掌握了经济状况 所以就是对他讨好啊 或者是没有对他很好 那如果长辈您可以写自己的遗嘱 其实现在的遗嘱也可以写他想要怎么样分配他的财产 没有说财产一定要传承给他的子女 或者是法定的这些人 也有时候如果他没有做到很好 或者是长辈已知这个家庭内的孩子们是什么状况 他想要先分配或者是透过法院都可以改变 不是说啊你以后一定就是我的你的财产就是我的财产 有很多孩子有这样的观念 其实现在已经从这样的相传的这个观念改成相对义务 就是如果你没有对长辈好好的照顾长辈是可以剥夺这些权利 透过法律哦 那像在我医院也常会看到有一些是很久失联没联络 那我会告诉家属如果真的在你们过往这段关系不是够OK 你也觉得你好像没有被照顾到 那透过法院去做免除照顾责任义务这些事情 这是有法院可以做的 那在平常我们的工作中对老人保护有一些一些议题啦 就像我说的老人家可能不好说家里的状况 然后就说没事 可是依我们的专业职责可以做一些适当的提醒 或者是让家庭内可以有一些互动 好那我这样说老人保护跟小朋友不太一样 那刚刚有很多法规规定嘛 那老人是不是真的自主决定下我没有被不当对待 还是他在某些有压力的情境之下 这个就是需要专业判断跟关系的建立 才能说他是不是真的活得开心跟快乐 所以平常的互动很重要 那也不是看一次就会判定所有的事情 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陪伴 还有社区 大家都是非常重要的社区资源哦 可以给弱势的长辈一些关怀 然后不要发生不好的事情 还有老人家做的决定有没有被尊重 当他的孩子在场的时候 他就一切都很好 可是当孩子离开 他的表情就不太一样 我想我们可以去关心一下 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 大家人前人后 我想大家有社会化的经验都知道 是有落差的 当你跟他独处的时候 可能他才有机会 打开他的心房 说说他发生什么事 每个家庭都有男的故事 当然都有男念的经 可是关怀不分你我 也不分在社区或是在哪里 虽然俗话说天下无故事的父母 可是我们在医院 在看过蛮多很辛苦的家庭 那不管是父母的 无论对错 但是现实的生活照顾 他就是需要 那我们怎么连结适当的资源 那我刚刚提到说 如果真的孩子从小 根本没有见过父亲 也是有法律的部分 可以将这样照顾的责任 以无分清楚 透过法律 可以让我们把这个责任 可以透过国家 透过社会来协助 但是总不希望所有的人 都变成大家社会负担的状况 子女之间 父女父子之间 也需要维持这个关系 我想毕竟人间有爱是比较好的 那告诉大家 如果你真的发现 你也很不知道怎么办 就直接打113 113 就这三个字 你就打电话告诉他 你发现了一个什么事 那个专线的人员 专线的人员 会直接帮你评估跟判断 你也不用担心说 我会被告知 这是会保护你通报人的 那如果大家愿意为这个社会 尽一点力 我想老人保护的事件 也会更难越来越少 当然不是只有老人 各种人都需要被保护 那希望大家可以记住 113这个专线 那我今天很开心 跟大家分享这个议题 希望大家都受用哦 然后平安健康快乐 拜拜